我坦然的講 是我到淡水新天武聖宮去 這個宮裡面的 我們講應該是 師尊降價以後 特別講的 那麼我願意把原文講出來 希望您不要認為我浪費時間 我也是姓火的 我是學火的 我去了以後 他就講了 他說我的大弟子 我想請問你 你身的上將 是空軍的上將軍 那麼你又幹過國防部長 我下面提一個案子 都是你這兩個身份裡面 尤其在國防部長所管轄不到的 現在你說退伍會 已經兩年了 我驚訝的是 他能夠把國軍官兵退役輔導委員會 主任委員全名都講得出來 這個時候我就認為 這都不是迷信 我說請師尊你指示 他說我去年行腳的時候 走到澎湖 大風大浪 過不了橋 他說我才發現 在這個橋底下有好多 外國人啊這些 還有我們修橋的這些 農民的 這個陣亡的陰靈在那邊 他就做了法事 那麼再來講 他說他到了花東公路 這個我相信你絕對會照顧 是 不方便 過不方便 那其他人 我相信你不方便 多推出 接觸 我相信你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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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你不方便